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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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款是美军近代一直都有在使用的 ARMY COMBAT UNIFORM ACU 军装外套 这款的话他们是美军的陆军在使用 采用通用素尾迷彩 布料的话是用这种十字纹 美军这个很常使用这种抗撕裂布料 比较耐用的 太会破这样子 那其实蛮舒服的 然后很轻薄的 在春夏季的时候 其实我都蛮喜欢这样穿搭 就是袖子卷起来 然后搭个素T或是白裤这样子 是可以塑造出一个春夏感 因为它的这个色系蛮浅的这种色系 算是蛮显眼 可是也蛮有季节感的我觉得 搭配起来的话算是蛮好搭的一个单谱 那我这次进的这一批都是 算是我们亚洲的尺寸的 small long,small regular跟small short size感基本上肩宽的话 平常其实穿T恤都穿个L到XL 这一系列我small short到small long 全部都蛮ok的 差别就在于白长一长短 那small short的话就可以穿出 短腿人蛮适合的比例 small regular跟small long 都是平常外套的这个长度 所以其实我觉得算是蛮好用的 这个ACU外套我觉得最大的特点 就是口袋超多的 可以放手机啊钥匙 对这边有一个 两个 袖子这边也有 3 4 就是放钱包什么手机都很ok 然后下面这边也有 这边也可以再放个小东西 5 另外一边也有 6 总共6 就是1 2 3 4 5 6 所以其实出门骑车夏天 你连背包都不用背 就是套件刚刚好 那 它的算是基本上是立民 那 平常的话 你如果觉得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算是要到夏季的时候 可以把它遮下来 遮下来的话 就会可以用出这个开筋的感觉 所以也不会那么不舒服 所以就是 把它当衬衫再使用 夏季衬衫我觉得很刚好 夏天就其实蛮适合穿这种 像是 人字纹的布料啊 或是什么十字纹布料 或者是棉麻 亚麻 这种材质感会比较有 春夏季的感觉 蛮好做搭配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破损 然后状态也蛮不错的 都是2000年左右的单品 数位迷彩的这种显色系的 ARMY的其实我觉得是算最好搭的 美军还有很多种数位迷彩 还有那个 虎斑迷彩吧 那个是 Air Force的 美国空军在使用 那也有他们的 海军那个 蓝色的那种数位迷彩 我觉得也蛮酷的 以后有机会就再 收来分享给大家 好那这一次主要就是 蛮推荐的 浅色系的 数位迷彩 陆军在使用的 ACU Combat Uniform 因为还有进一些 美军杀射攻发的T恤 那这一次的话 我就打算说 算是第一批嘛 那只要有入手这一款 ACU外套的话 会再附胜一件 美军杀射T恤 攻发T恤 给大家的一个赠品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有兴趣的话 欢迎 底下连结的 卖场连结可以去逛逛 最近新上架的一些新肝饼 那后续也会再陆续 上架别的东西 那就是找时间 慢慢慢慢把它上出来 OK 那接下来就穿搭 Sman Time Let's go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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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OK 那这是简单 搭配两种黑白色系给大家 穿,大家使用 那 其实我觉得夏季 春夏季的话 白色系我的个人是最推荐 那就搭个普通树梯 或是某些稍微有种版型的T恤 也都很ok 或者是搭个短袖 有白襯衫多層次的感覺 其實重點是袖子一定要捲起來 所以可以帶出這個季節感 我覺得蠻適合的 基本上我覺得軍裝這種東西就是 盡可能不要把它穿得很軍裝 就是不要全身都軍裝 這樣搭起來就是很軍裝咖 我覺得這樣不好玩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混搭亂搭 融入在你平常會穿搭的一些單品上 這樣搭配起來也比較好玩 然後別人看了也覺得 好像比較稍微厲害一點這種感覺 OK 那今天就是簡單介紹這一個 ACU美軍陸軍在使用的 ARMY COMBAT UNIFORM給大家 那跟剛剛說的一樣 就是這一次只要在我的 SOWAYBOOK VINTAGE SELECT 購買這個ACU的外套的話 那我就會附贈一件 美軍攻發的殺射T恤給大家 那也記得可以Follow一下 SOWAYBOOK VINTAGE的IG 最近也開始在經營 那新上架的單品都會先分享在那邊 OK 那之後還會有一些新的活動 到時候再公告在SOWAYBOOK的IG上 請大家敬請期待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ROCK 我們下次見 MING PAO CANADA